12月31日,根据港媒的报道,54岁李立珍搬家时出意外,她被很重的家具压伤至手臂骨裂,情况让人担心。 李立珍一直跟父母同住,8月份的时候,她出席某电影记者会时爆料,父亲因疾病去世,她坦言,父亲去世后,她情绪一度很低落,还严重影响到拍戏,幸好导演很体谅。 李立珍未免堵物私人决定搬家,怎料发生意外,她搬家具时,不小心令大柜子翻倒,刚好压到她的手臂。 李立珍立马前往医院检查,医生发现她手臂骨裂,需要休息一个星期左右。 为了了解详情,记者打电话联系李立珍经纪人,她透露,李立珍确实在休养,现在正在休息。 问到是否搬入之前买下的豪宅,她则否认了,说搬到其他地方。 根据资料显示,李立珍在5月份的时候豪杂近千万,买了一间豪宅,成交只价过万元。 但现在,经纪人说她不是搬到这间豪宅,不知道这间豪宅是否买来投资呢? 说起来,李立珍这一年来真的接连遭遇亲人朋友去世,除了父亲外,她的前男友马桂灿也在本月不敌癌症去世了,小年59岁。 12月22号,家人为马桂灿举行了丧礼,彭玲夫妇、蔡依杰等明星好友纷纷前来拜祭,有工作在身。 不能前来的张志玲、郑一剑等人,则送上花圈或录制视频在现场播放。 港媒报道称,身为前女友的李立珍全程没有现身,也没有送上花圈。 其实吧,李立珍应该是很不舍的,她不出现,估计是担心媒体会接机救世重提。 毕竟,马桂灿妻子指责过她介入婚姻。 马桂灿也曾当众表白说很爱李立珍,可以为了她离婚。 因为这件事令事业本来如日中天的李立珍一下子人气大跌,之后她努力了很久才振作起来,并与音乐人潘元良复合。 可惜,天不随人愿,经历了多次分分合合的李立珍和潘元良。 最后,还是分道扬镳了。 分手后,潘元良还火速迎娶了一位年轻姑娘。 遭受试炼打击的李立珍十分伤心,还严重发福,幸好她身边有女儿与朋友的支持。 重新出发的李立珍似乎对爱情失去了憧憬。 她年初接受专访时表示,从此以后,她会把事业放在第一位。 李立珍也是说到做到,这一年来,她几乎是聚接聚忙和不停。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是精彩绝艳倾国倾城最负盛名的一个时代。 其中,出现的美艳女星数不胜数,如蔡少芬、关芝林、王祖贤、邱淑珍。 她们无一例外,在颜值方面都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 当然,在这其中,同样不乏剑走偏风清纯可爱的美女,就如同蜜桃女孩李立珍。 她同样具备可以与众多美女一较高低的颜值,而名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 最鼎盛时期,接连两部《蜜桃》《心惊》占据大荧幕。 她拥有可爱多变的性格,同时稍稍带点固执,可爱清纯,灵动活泼。 除去黄百名《开心鬼》系列后的转型作品,当属蜜桃中饰演的阿珍最具代表性。 她的一生人生转折来源于签约佳和影视带来的巨大转变。 上世纪,《烧市》影业的横行,佳和影视从新题材一落前章。 李立珍伴随公司决策问题开始单单跌出演艺圈,在经过沉寂已久的时间消磨中, 佳和影视与日本合作,开发性感作品。 李立珍被点名轻装上阵出演性感题材。 这是李立珍人生中最大的转折点,但同时又是她通往影坛高峰最重要的契机。 果不其然,在转型后,李立珍迎来人生爆红,成为无数宅男心目中内定的女神人选。 当年,那一幕吞酒瓶戏码为她打开持续发展的大门。 2007年,徐一辉采访李立珍时,无论从工作转型还是从别人一样的目光, 李立珍都回答得格外巧妙从容,不仅将人生选择的方向尽数吐露, 更是在未来的心态中为有一丝一毫的遗憾。 她认为选择的路,人生并不后悔。 可即使是如此,回答得格外巧妙,对于转型毫无心理压力的她, 在被徐一辉咄咄逼人提问起感情时,出现变和沉默。 这个当初在影迷上可爱到没心没肺的女孩, 依旧难以逃脱为感情心理交瘁,为爱情肝肠寸断的痛苦。 李立珍的影坛人生就如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 所有倾国倾城美貌的女孩一样, 身旁桃花无数追求者众多, 或许也是由于她职业生涯的特殊性, 追求者要相比于其他明星而言, 呈现出几何倍的增长人群, 于是,关心她的心酸就此展开。 追求人数的众多,也就意味着其中不乏名人, 不乏那些被观众影迷所熟知的人群, 无论是谢霆锋的舅舅, 还是漫画家启文杰, 再到演员钱佳乐, 亦或是音乐人雷友辉, 都曾对她展开猛烈的追求攻势, 希望抱得美人归。 其中最为快速闪婚的, 当属音乐制作人许愿, 许愿曾因为她的美貌, 对于她的追求羡煞旁人, 无论是身旁好友, 老师,学生, 都曾因她追求李立珍, 都曾因她追求李立珍不遗余力, 从送花、送包包、名表都别出心裁, 只为博得美人一笑。 这段真诚的付出终究获得李立珍的认可, 两人展开一段感情故事, 李立珍随后与许愿火速进入婚姻殿堂, 而这段感情当初仅仅谈恋爱三个月就已完成。 随后,李立珍为许愿生下一个女儿, 然而,到第四个年头, 两人因性格不和宣布离婚。 这段婚姻中有另外一个人的身影, 她就是二十岁时李立珍相遇的才子慈人潘元良。 当初的潘元良因李立珍选择离婚, 两人在一起兜兜转转将近三十年光景, 而这三十年中, 其中某一段时间, 李立珍与许愿正处在婚姻当中。 三十年的时间, 李立珍满足少女时代的内心的憧憬, 对于才华横溢的潘元良照顾听从, 可正是因为时间的久远, 导致李立珍对于这段感情心灰意冷, 最后导致两人分道扬镳, 从此情断成为陌路人。 与许愿离婚后, 李立珍情断潘元良没过多久, 带着女儿独自生活的李立珍被闺蜜揭发, 最后出现当年轰动全港的事情。 李静廷一不做二不休, 将李立珍与老公马桂散偷情事件写成长文, 尺度之大令人扎舌。 当年的八卦周刊上, 也同样对于这件事情做出报道, 随后, 李立珍因忍受不了压力, 差点选择消香欲损, 以此明智。 接受采访时, 徐一辉询问李立珍, 当年的六封遗书是真是假, 而李立珍对于这件事闭口不谈。 她回答, 时间会证明一切, 不需要都说。 其实, 当年的事情有损后续, 马桂散妻子李静廷曾公开媒体道歉, 说当时编辑的长文有多是虚假的消息。 至于为什么会这么做, 其实是由于自己太爱自己的老公, 害怕李立珍会将自己的老公抢走。 直到消息被证实, 很多人才恍然大悟。 原来, 李立珍是因为美貌被波及, 事件真实原因并非当初李静廷说的那样。 不过幸好, 在后续的时间里, 李静廷对于这件事情做出澄清, 解开误解。 而如今的, 李立珍一个人带着孩子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。 她坦言, 自己一个人带孩子已经很辛苦, 目前的她没有心思谈恋爱。 至于未来人生的道路, 希望顺其自然。